這真的是熔登我對電動車最喜歡嘛 可是我最喜歡的是保時鞋耶 但是我開著這個我覺得超讚的耶 因為它整個轉向的感覺 整個動力的感覺 然後底盤的寧靜度 這個呢 它就說黑色勢力來襲 那後座給你介紹 不要啦 不要啦 我覺得後座空間實在是 您有車想賣卻 找不到理想且迅速的報價嗎 找我經地國際Aaron 車款快速到賬 七天之內保證過戶 買賣流程透明 一切讓你安心 大家早安 我是經地國際的Aaron 哇 又不小心買到這台電動車了 哇 我們上次有拍兩台e-tron的影片 一台是55SB 一台是SUV的版本 那兩台在影片上架的時候 都已經全部賣掉了 錯啊 後來我發現這個車 好像異常的好賣 所以呢 我們特別把這台車 用力的給它買回來 這台呢 是2022年的e-tron 55SB SB它就是有點鞋背的概念 這個呢 它就說黑色勢力來襲 怎麼樣黑色勢力 黑色勢力 Black Edition 它總價有44萬的配備 但是它加量不加加 等一下我會幫大家好好來介紹一下 它多了哪些配備 這個整個操縱感 因為呢 它有氣壓懸吊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側傾抑制滿好 整個加速 我覺得電動車的加速不用太擔心啦 保證是夠用的 它也不會有那種 就是你在電能回收很不舒服的 那種叫做什麼 點頭的感覺嘛 這真的是榮登我 對電動車 最喜歡嘛 可是我最喜歡的是保時機耶 但是我開這個我覺得超讚的耶 因為它整個轉向的感覺 整個動力的感覺 然後底盤的寧靜度 它真的很適合代步耶 然後你說里程數好了 300多公里 大家現在其實也都大概300 400 那除非我們今天買到一些等級比較高的 有可能到500 600 市區如果開 我平常如果業務使用的話 這個真的超好用 而且空間又很大 這台車我上次開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車內超安靜的 欸對啊 它隔音很好 因為它的輪輪它的噪音 還是有 但是它做得很不錯耶 你如果坐後座講話 應該都還蠻OK的 對 而且這個車 行車那麼貴 然後現在二手車 只能那麼多 CP值超高 今天要介紹這台電動車 是2022年的一創55 咻 差點講成Shooting Brake 這叫做Sportback OK 它就是一個鞋背的概念 今天這一台 它是一個特別的套件 叫做Black Edition 有點像我們夜色套件 有幾個地方 我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車頭 硬色套件的地方 看它的熏黑LOGO 然後還有它的水箱護照 還有下面進氣孔的地方 讓這台車的整個運動造型 大大的加分 然後叫我們X-Line的名牌 接下來我要介紹 我這台車最喜歡的地方 它特別搭配 而且21吋的旅圈 那因為我們買到Black Edition 配的橘色的大顆卡件 整體運動感加分 目前前輪它是配265 45 21 鋼琴烤漆黑色 超級無敵帥 它這邊 車輪拱的地方 它做同車色烤漆 讓這台車整個線條更漂亮 我們來到車尾的地方 可以看到ODI的LOGO 還有它E-Tron的LOGO 它都是做鋼琴烤黑的處理 它包含我們的下導流也是一樣 電動尾門也是標配 還有包含腳踢的功能 後箱的地方空間 我不敢說很大 但是以一般的小家庭來說 絕對夠用 翔哥 你來看這個 你看它連這個都還沒有撕掉 有時候看到這種東西 沒撕就覺得很療癒 那觀眾應該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因為我都拍你特寫的臉 後備有拍下面 這個沒有撕掉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有時候後箱大家不一定會放很多東西 如果真的常放的話它會有一些磨損 好 下面它有算雙層的置物空間 那一些雜物我們都可以放在下面 我們講一下內裝套件 因為它這個套件它又包含了幾個 像是橘色的車縫線 車子的門邊 安全帶 還有安全帶 我現在講縫線還沒講安全帶 好 對不起 不要在那邊亂插謊 賽車型的座椅它讓乘坐的包覆性變得更好 然後我們再講到它的多功能 Apple CarPlay 無線的吧 數位式的儀錶板 跟車系統也都標配 全景式的天窗在某一些年份的某一些車型是沒有的 我覺得有其實是非常大的加分 畢竟也減少我們頭部壓迫感 今天買到S-Line套件呢 可以看到黑色的車頂棚B&O的音響 電動方向盤可以調整 我覺得超讚的 鋁質的飾板 鋼琴烤漆 讓這一台車整個科技感大大的加分 但螢幕真的蠻多 你看左右的數位虛擬後視鏡 這邊一個螢幕 這邊一個螢幕 它加起來總共五個螢幕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喜歡走科技風的人 這個車真的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電動車很少有收納空間這麼多 你看它這個收納深度很深 這邊側面還可以放手機啊等等的一些雜物 然後這邊也有小小的室務空間 後座給你介紹 感覺你就是比較會坐後座的人 有年紀的人都坐後座 對 有年紀是真的 那座座給你介紹 不要啦 不要啦 我覺得後座空間實在是非常的大 前面是我剛做的大小 對 我身高175 這一個拳頭 它上面這邊有特別挖空 對啊 因為一般Coupe就是這邊 頭部壓迫感會比較高 真的 所以它有特別挖空 四驅紅溫空調 兩個Type-C的接口 這邊兩個出風口 左右也各一個出風口 椅背很舒服 柔軟度很舒服 它的大腿支撐算蠻重的 真的 正要講說 椅背的斜度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我今天 馬康要選到一樣的配備 哇 可能要花了真的不少錢 真的嗎 它的椅子 我坐起來感覺會比馬康舒服一點點 不是說馬康不好 剛剛你有講安全帶嗎 對 都被你講走了 整個顏色配起來就很好看了 真的 然後後座又很舒服 對啊 又有填妝 真的 最後呢 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台是2022年12月出廠 2023年3月領牌 它目前呢 還在原廠保固中 目前的里程數是 32,000公里 電池保固多少 8年16萬 這個就叫專業 這台車我們的售價是228.8 228萬8千元 實車都在現場 第三方認證呢 也都鑑定過 所有的車級資料都齊全 歡迎大家來賞車 你看你說新車350 357 然後我們現在賣228 哇 前車怎麼好痛啊 有FU吧 你看它從去年3月 然後開到今年7月 它開了一年4個月 當時候一定有一些折價嘛 算一算滴滴扣扣扣家一家 也是 也是要噴100多萬耶 有想要孤車的朋友呢 歡迎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那加入我的IG 對這台車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與我們聯絡 全台高價收購中 今天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大家 掰掰 掰掰 會不會 還是這樣子 我們 有 親自 在 面